作者 尔雅 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702集 疾风 在耶律奇看来 最难打交道的排第一的绝对是欧阳少征 那红毛一张嘴比赵普还损 开口没一句好话也没个正经 但你当他是莽夫想糊弄一下他吧 结果反而会被他带沟里去 排在第二难打交道的就是龙桥广和邹良 这两位也简是不相伯仲 但是性格却是天南海北 龙桥广那个凡人呢 嘴碎得根本停不下来 想跟他谈点什么他就一通砍 砍得你千玄地转 等你脑子清醒过来 人家要说的都说完了 自己不知道怎么就钻套里了 而邹良刚好相反 一句话都没有 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 跟他谈判就是对事 他爱搭不理 你说了半天 他就给你几个字 一句整话都懒得说 要是谈不好 刚出门就得被狼群围上了 最好打交道的自然是贺一航 永远那么思思闻闻笑眯眯 有礼貌有休养 说话也轻声细语 可随和了 你跟他从开始聊到结束 直到回家都还在感慨 哎呀 这个人真好 等几天之后才明白过来 我是不是被骗了 叶绿奇叹了口气 到了展昭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坐了 打量了一下对过的人 一眼看下去 叶绿奇暗暗皱眉 龙桥果真是干什么去了 他带的都是什么人啊 猛一看 展昭 白玉堂 天尊阴侯 四人相貌出众 武功又很好的感觉 最奇怪的是 龙桥寡还带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 大眼睛胖嘟嘟 可爱至极 展昭和白玉堂 也在大量夜里起 四皇子除了皮肤黑一点之外 样貌还是可以的 就聊人来说 长得不算横看成岭 侧成风那么怪异 还挺端正 而此时 应该跟叶绿奇聊两句的龙桥广 则是没空 展昭和白玉堂看了一眼 这位幼将军 感觉有些诡异 这会儿 小四子正坐在龙桥广腿上 仰着脸跟他说话 王光你怎么知道会刮风 因为早晨观察天气了 然后 广光好薄雪 那怎么观察天气 观察天气呢 主要看云彩 然后 哇 广光知道的好多 那云彩分多少种 于是龙桥广化老谋是全开 展昭和白玉堂就觉得耳边嗡嗡之响 天尊和殷侯拿着杯子木凳口袋 看着眼前这位和小四子交流中的大将军 显然是第一次见识这种独门绝学 可奇怪的是小四子一点厌烦的意思都没有 求知欲极高外加的问题也多 于是两人处于热聊状态 最后龙桥广乐乐举着小四子 知己啊 咱俩结拜 好 龙桥广带的两个随从都是统领 一个叫萧进 一个叫长青 长青比较安静 扶着额头无语 萧进活泼一点 扒拉着龙桥广 哎呀 将军 差倍儿了 你别乱来呀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喝茶 眉眼看着一大一笑 而对面的耶律奇叹了口气 身旁随从也默默反省 为什么他们打仗的时候会输给这种人呢 简直奇耻大辱 这时 展昭等人点的饭菜到了 王秋凤亲自拿着一壶好酒出来 给天尊和殷侯 样子很是恭敬 殷侯看了看桌上的酒壶 又看一下王秋凤 老邱呢 王秋凤愣了愣 随后淡淡笑了笑 死了几十年了 殷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 王秋凤叹了口气 老赫和姨梅都死了 天尊和殷侯不语 王秋凤看了看左右 略好奇地压低声音 问他俩 二位老神仙不是来拿我的 那这大风天的 上大漠来干什么 听传言说呀 是鬼海里出了东西了 所以都来找了 王秋凤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 将鬼海两个字 说得稍微清楚了些 果然 似着为气氛突然就变了 好些人都转过脸来看 眼中满是探究 连耶律奇也是瞩目这边 王秋凤对众人微微一条眉 那意思 看见了吧 这一屋子都是打鬼海主意的人 鬼海里出了什么 龙桥广一脸好奇 王秋凤顺着他的意思也一愣 两人装傻 怎么 将军你们不是去鬼海啊 不是啊 我们去果凤堂 龙桥广说话的时候 展昭和白玉堂 趁机观察了一下众人的表情 王秋凤一脸不解 这 您去果凤堂干嘛 在场不少人似乎也挺困惑 连耶律奇也满脸疑惑 展昭和白玉堂 交换了一个眼神 似乎大家都还不知道 林烨火杀妖的身份 哎呀 还不是为了我那兄弟 这年头做哥哥的难哪 兄弟两口子吵架分家 我还要去说龙嘞 耶律奇一愣 皱眉 似乎不能分辨龙桥广是说笑还是讲真 众人也面面相觑 感情龙桥广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家务事 小四子坐在龙桥广腿上一个劲点头 是啊 周周和小林子要分家呢 老板娘 你刚才说鬼海里面有什么呀 展昭阳奇连 一双大眼睛特单纯特好奇地看王秋凤 王秋凤嘴角抽了抽 一眼瞄见了展昭手边的巨蟹 于是看了鹰猴一眼 鹰猴无所谓地继续喝茶 哎 你们说鬼海里有什么来着 王秋凤顺手拉拉拉一旁几个喝酒的时刻 几人面露尴尬 敷衍了一句 哦 没 就听说鬼海里边有什么宝藏什么的 哦 龙桥广跟展昭一唱一鹤 装傻冲愣 抬头问对面的耶律奇 四皇子难道也是来找宝藏的 莫不是最近辽王不给你零花去 耶律奇憋气 四周围不少人都忍笑 西域各国是谁都看不顺眼谁的 虽然他们都觊觎大宋疆土 但是彼此之间因为文化语言 生活习俗和崇拜的神灵不同 而彼此摩擦不断 辽人比较霸道 且当年辽国也强盛 所以经常欺负周边小国 如今辽国被赵浦压制 再加上内乱不断自顾不暇 那些左邻右舍都在看笑话 龙桥广的话刚说完 就听一旁有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汉语 说风凉话 爹不给可以跟娘要吗 这鬼还可不是闹着玩的 别有心无主 最后便宜了其他兄弟 众人寻声望去 就见是一个穿着西夏皇族服饰的男子 这男子身边很多标形大汉挡着 所以很多人都没看到 这时候挡着他的人让开了 众人才看清楚了长相 此人四十多岁长得有些凶恶霸道 留着浓密的胡须 眉骨高耸 双眼深陷 鼻子高得有些突兀 龙桥广看到此人更乐了 今天什么日子呀 这不是男王李锦吗 展昭和白玉堂都有些惊讶 男王李锦是西夏的王爷 李元昊本家的兄弟 也是权势在手的一个王爷 男王也来鬼海赚莲花钱的不成 我说二位皇亲 手头紧就派人去黑风城说一声嘛 我家元帅向来乐于诛人 叶绿琪和李锦都白了龙桥广一眼 不过李锦似乎对和龙桥广同行的众人很感兴趣 这几位是何人啊 好人 李锦无语 这时坐得离展昭等人比较近的一桌上 有四个江湖人 其中一位老者一直在盯着白玉堂 放在手边的银刀看着 梁九 他默默胡须 云中刀 阁下莫非是白玉堂 就算到了西域 白玉堂的名头还是响的 江湖人都知道 不是江湖人的练武的也知道 于是又起一刷刷望过来 同时也怀疑起在座其余几个人的身份 展昭正准备夹菜 就感觉小四子突然拽了他一把 展昭一愣伸出去的手就停住了 而就在这一刹那 咣嚷一声 上面一块瓦片落了下来 砸在了展昭跟前的桌子上 白玉堂下意识地往上看 就见屋顶正在裂开一个口子 同时传来了砰一声巨响 展昭等人站起身往后一退 也亏得这几人都是个傲手 刚刚退开就听轰一声 一个黑影从屋顶上落下来 不偏不倚正砸中了展昭他们 刚才所在的那张桌子 这一切几乎是一瞬间发生的 客栈里的其他人都来不及反应 等明白过来才意识到天上掉下来了一个人 将屋顶砸穿了 这人是怎么上去的 是用轻弓飞上去的 还是被人扔上去的 众人都没注意到 因为外面的风声实在太大了 哎呀坏了 这时王秋凤喊了一声 伙计们手忙脚乱搬梯子 要爬上去修补那个窟窿 可是一转眼的功夫 狂风已经刮了进来 屋顶那个洞不断扩大 还有向左右两边裂开的趋势 那伙计刚爬上去 屋顶又塌下了一块 梯子也摔下来了 狂风顺着窟窿往战道里猛贯 质地有声 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